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男星童年照,宋威龙肖战一眼认出,王一博从小就是酷盖,最后一张真认不出。 照片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精彩的瞬间。 对我们来说很多照片都是意义非凡的,是我们成长的见证。 今天小编就来盘点一些当红男明星的童年照。 相信很多真爱粉都是可以一眼认出来的。 有的人真的是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,有的是男大十八变。 越来越帅,是不是真爱粉就看现在了? 凭借着最近大火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训。 速走红的宋威龙最近可是好好圈了一波粉丝。 他饰演的原宋既可以做小狼狗又可以是小奶狗。 正好是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的行。 当然这也和宋威龙的努力脱不开干系。 毕竟演戏还是需要演技的,好的演技才能圈粉。 照片里的小宋威龙,脸上热乎乎的,还穿着红色肚都在打电话。 看得出来照片也是抓拍的。 小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五官实在是很好看啊。 肖战想必都不会陌生,去年夏天大火的古装剧《陈情令》的男主角之一。 也成功凭借一部剧《从不温不火》的男团成员成功机身一线明星。 也是去年整年微博热搜第一的明星,可以说是非常火了。 而肖战又被称为统一饭圈审美的男人可见他的颜值是非常高了。 而这种小时候的照片,加上小老虎的特效简直可爱到爆。 长大更是帅气的一塌糊涂啊。 说到陈情令,就不得不提另一个男主角王一博了。 王一博也是男团成员出道,因为本人气质冷峻的。 原因被粉丝称为酷盖,是那种高冷型的帅哥。 从王一博这张童年的照片,可以看得出。 这种酷盖气质是小时候就有的了啊。 最后一位就是同样在去年因为一部剧而爆火的李现了。 其实李现和杨子同班同学,而和杨子不同的是。 李现真正走进观众视线还是因为去年两人合作的一部剧。 而李现的成功还要归功于他的努力和坚持。 演技和帅气一个都没落下,而他小时候的照片真的是。 和现在反差很大,胖呼呼的五官都被撑开了。 但是仔细看还是能依稀看得出来眉眼。 你们都认出来了吗?